召霸园林市的三名公园 在今天中午惊传随机砍人事件 一名35岁的张姓男子 坐在公园内的椅子上 有三名女性游客从她的面前经过 她手持预藏的菜刀 从背后攻击 造成了两名女子被砍伤 而嫌犯犯案之后一度自残 警方火速赶到现场 立刻将男子制服送医 而两名受伤的女子经过送医 索性都没有生命危险 三名妇员来到公园散步 并肩走在一起 有说有笑 坐在旁边椅子上的男子突然情绪失控 手持预藏菜刀冲向三人 无预警从背后攻击 走在中间的封信妇人 一把被男子推倒在地拼命阻挡 记得反抗下才挣脱手不挂彩 其他两名妇人一个也被砍伤 一个则是及时逃开 躲过一劫 男子砍伤无辜民众 随后自残躺在地上 警方火速到场 立刻将人制服逮捕 连同受伤的两名妇人 竟然送医 事发就在十四号中午十二点左右 彰化园里的三名公园 两名妇人一个轻伤 右手颈部背部撕裂伤 封信妇人伤势较严重 左右手食指撕裂伤 右手中指院在断裂 至于嫌犯自残 颈部多处撕裂伤 警方追查三名妇员都住台中 来彰化游玩 张姓嫌犯两年前就曾经大闹医院 这回疑似情绪不稳 在公园内持刀攻击民众 什么动机警方还要再厘清 只是在公园三个部就被随机盯上 砍到受伤 经过没有生命危险 但恐怕都已经在他们内心 留下阴影 接着我们的状况 这么多